当你一无所有,有一个让你可以获得几亿元奖金的游戏,你是否愿意参与 眼镜小哥发现晾衣服的铁丝从院子里一直延伸到了公路上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急忙跑到了马路的中间 险些被铁丝割破了喉咙 他不祥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四个人骑着两辆摩托车飞车来 眼镜小哥挥舞着双臂大声呼喊着让对方停下来 但摩托车巨大的引擎声将他的声音淹没了 悲剧在瞬间就发生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惊悚片13害人游戏 马路上行人车辆穿流不息 一位老奶奶蹒跚着正在过马路 但由于腿脚不利索被人撞倒了 一名中学生扶着老奶奶过了马路 但他的手机不慎掉在了地上 信号灯已经变成了红色 但中学生必须要拿回那部手机 因此车祸很快就发生了 男主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 由于最近三个月业绩严重下滑 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 老板是个实在人 也不动圈子 让男主马上卷不开走人 银行欠着贷款 老妈又打电话向自己要钱 如今又被公司炒了鱿鱼 男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当他正坐在楼梯上抽门烟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 说让男主参加一个游戏 每过一关就会有相应的奖金 为了让男主迅速入坑 对方让男主打死一只苍蝇 就给他一万块钱 半信半疑的男主打死苍蝇之后 账上果然收到了一万块 对方说如果男主吃掉苍蝇 就会再给他五万块 虽然苍蝇不怎么讲卫生 但毕竟是高蛋白 而且男主急需用钱 因此咬咬牙就把苍蝇嚼巴嚼巴给咽了 果不其然 他很快又进账了五万块钱 这时候对方再次打来了电话 说男主如果能顺利通过十三关 就可以获得一亿态度的奖金 失败了就啥也没有了 而且还有三条规定男主不能违反 一是不能主动要求停止游戏 二是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三是不能打听对方的身份 如果违反了其中的一条 那么所有的奖金将会被全部收回 男主认为这是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机 他揍了抢自己业务的同事 把工作认生在了老板的脸上 然后开始了第三关的游戏 第三关的游戏其实也不难 他只要想办法逗哭三个小朋友 就可以获得十万态度的奖金 男主走进幼儿园 面对着一张张至内的笑脸 和孩子们的主动示好 以及自己悲惨的童年经历 他刚开始实在是下不去手 但想想自己的银行贷款 他不得不拽断了自己的道德底线 残忍的弄坏了小朋友的玩具 顺利的通过了第三关 第四关对男主来说也比较简单 他毫无人性的抢走了 一位流浪汉好几天的收入 警方接到了三起报案 被男主揍的同事 幼儿园的阿姨和被抢了流浪汉 把流浪汉的零钱装进兜里之后 男主迎来了第五关 这一关对男主来说是一个挑战 他必须吃下餐馆 为他精心烹饰的一道大餐 看着傲娇的服务员 风柏杨柳一脸妩媚的走向自己 男主认为这一定是一道车间上的美食 但当他打开盖子之后才发现 盘子里居然是一坨冒着热气的墙 吃掉这坨墙 他将会收到五十万态数的奖金 是可杀不可辱 但又有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要想人钱显贵 必定背后收罪 男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最终拿起了勺子 这时候公司老板和同事刚好来这里吃饭 跟男主关系很好的女同事 一看男主狼吞火焰吃的那么香 于是便好奇的走了过去 男主一看要暴露 急忙虚晃一招撒自料了 在背街小巷吐完之后 男主接到了下一关的题目 鉴于男主的手机快没电了 对方给男主准备了一部新手机 但想拿到这部手机并不容易 他首先必须在公交站找到一位霍牙大叔 然后把自己的手机奉献给这位 自称为皇室的霍牙大叔 霍牙大叔告诉男主 等到了下午的13点13分 上帝就会降临凡间 很快一辆公交车开了过来 在霍牙大叔的催促下 男主急忙上了车 车上几个壮汉捡到了一部新手机 男主必须拿到这部手机 否则游戏将会终止 面对四名硬汉的围剿 男主如果想拿到手机 那就必须去舔人间的鞋子 对于马上就吃不上饭的男主来说 尊严已经显得一文不值了 他低下头舔了对方的鞋 但手机却没能拿到 这下男主可不敢了 双方随即发生了一场混战 对方虽然是个狠角色 但已经没有退路了男主也豁出去了 如果不是看热闹的群众拦着 估计男主这一刀就下去了 男主从对方身上掏出手机 这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针对他的这场游戏 一直在向某些特定的观众现场直播 目前男主的账户上 已经有了80万态出的奖金了 下一关要求他去到某个孤瓦的老大爷家 此时的警方已经通过电视台 向广大群众发布了捉拿男主的通告 说男主毫无道德底线和法治关键 不仅殴打同时还抢流浪汉的钱 最可恨的时还欺负小朋友 简直是禽兽不如 男主来到老大爷家 在电视上看到了采访老大爷的新闻 老大爷虽然儿女双全 但自打老伴过时之后 他也被儿女们给遗弃了 这时候男主接到了电话 说老大爷掉进家里的许愿景 已经有10天了 但他的儿女们还不知道这件事 让男主在10分钟之内 把老大爷救上来 老大爷的兜里有家属的电话号码 只要男主能把老大爷的儿女们叫过来 他就可以获得120万态出的奖金 男主来到井口一看 发现老大爷早就挂掉了 尸铁也被吹炮的不成人样 虽然打老老大爷的过程非常简单 但这毕竟是在做善事 男主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跟男主比较要好的女同事 经过一番调查 发现男主似乎正在参加一个游戏 他利用技术手段 找到了游戏直播的入口 晚上男主正坐在路边抽烟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当初就是因为自己 没法满足前女友的要求 才被对方始乱中气的 男主极力想挽回这段感情 但前女友已经有了幸患了 无情的拒绝了男主的要求 这时候男主接到了下一关的任务 让他找到和巴有关的东西 男主一看呢 发现一把椅子上 和前女友幸患的衣服上 都有一个巴子 对方让男主拿起那把椅子 把前女友的幸患给砸晕 对于这种任务 男主不得不承认 这个游戏太人性化了 他很痛快的就接受了 然后七里咔嚓就把自己的轻敌给砸晕了 眼瞅着轻敌不动患了 男主顿时生出了侧眼之心 急忙抢了一辆出租车 把轻敌送到了医院 男主的女同事通过游戏的直播 看到了男主刚刚打晕 前女友幸患的视频 他意识到男主正在邪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街道出租车司机举拨的警察 很快来到了医院 男主的下一个任务是 找到在医院跟游戏有关的人 并且保证自己不被警察抓到 男主按照提示 找到了住在805病房的老奶奶 这位老奶奶 也就是电影开头过马路那位 是游戏公司骨灰级的老演员 那个扶她过马路的众学生 当时也正在参与这个游戏 随后在警方的围追堵截之下 男主推着老奶奶留着打击子 男主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的逃走 其原因就在于 警方的上层已经被游戏公司里收买了 因此负责追捕他的警官 不得不停止了行动 眼睁睁的瞅着男主离开了医院 男主拉着老奶奶来到了路边的一幢民宅 当他刚把晾衣服的铁丝 帮老奶奶弄好 就发现老奶奶正一脸坏笑的看着他 这时候男主觉察到了一个恐怖的现象 这根铁丝一直延伸到了马路的对面 他站在马路当下 看到两辆摩托车几车来 他大声呼喊对方停下来 但巨大的引擎声将他的声音淹没了 悲剧就像他预料的那样上演了 摩托车上的四个人无一性命 这件事对男主的刺激太大 他奋力将手机扔了出去 这时候他的女同事刚好赶到了 女同事劝男主悬崖勒马 赶快跟着自己去警察去偷案 但男主好不容易过了时关 岂肯轻易放弃 这时候老奶奶把手机递给了男主 对方让男主干掉女同事 或者干掉女同事心爱的宠物 过了这一关 男主可以获得四千万态数的奖金 人命关天 男主毫不犹豫地杀了女同事的宠物狗 女同事到警察局报案 希望能制止男主的行为 但已经被游戏公司收买的警察 显得极不配合 女同事从警察局出来之后 得知附近村子里有一头牛被人给杀了 凶器正是男主用过的那把五十刀 女同事来到牛棚 看到老实芭蕉的大荒牛 已经惨死在了男主的秃刀之下 已经杀红眼的男主浑身嗜血地来到了最后一关 他从屏幕上看到了自己不幸的童年 也看到了他老爸虐待他的画面 这里是游戏公司的总部 他那位家傲狂的老爸正贪坐在轮椅上 他的最后一关就是干掉自己的老爸 而与此同时 男主的女同事也来到了游戏公司 这款线上付费的游戏 就是这个熊孩子设计的 女同事通过屏幕 看到了犹豫不决的男主 此时的男主拿起了那把锋利的刀 儿时的一幕幕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原来由于他老爸整天家暴 男主小时候就曾经想过要干掉他老爸 但他老爸也不是不爱他 主要就是脾气不太好 男主最终放弃了 虽然他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最后一关 虽然一亿台主的奖金唾手可得 但尚未明明人性的男主 无法对自己的亲爹下手 不过他可不知道 他老爸此时也在游戏当中了 而且和他一样 正在过游戏的最后一关呢 男主的老爸毫不犹豫地 把刀刺向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成功地获得了一亿台主的奖金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惊 人性是恶还是善 取决能否吃饱饭 衣食足才知荣乳 饿着肚子病满肝